民俗是最贴近身心和生活 并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 利用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 并运用一定的科学规律 风水理念和美学法则创造的人工环境 建筑正是民俗的具象体现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国民俗之建筑系列 寺庙 寺庙 我国的艺术瑰宝库 它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 寺最初并不是指佛教寺庙 从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设称为寺 在汉代把接待从西方来的高僧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 从此之后 寺便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称 寺是佛教传到中国后 中国人为敬重佛教 对佛教建筑的新称呼 寺庙既是人们宗教信仰的皈依之地 又是历史文化的汇聚之所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庙 白马寺 汉帝最早的佛寺 阿玉王寺 中国第一位佛教信徒 刘英建造 民间第一寺 永宁寺 正式记载的最早寺庙 福图词 第一比丘尼寺 竹林寺 中国第一位比丘尼 静简建造 中国第一佛寺 灵岩寺 中国四大名叉之首 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阁楼 独乐寺 中国第一国宝 山西五台山 佛光寺 神舟第一圣地 嵩山大法王寺 天下第一叉 少林寺 中国禅宗发源地 神舟第一坛 戒台寺 第一座 佛法僧俱全的寺庙 桑耶寺 佛道儒三教合一寺庙 玄空寺 最早的清真寺 怀圣寺 中国佛教禅宗之园 华林寺 中国佛教净土宗发源地 东林寺 中国现存最古的佛塔 松岳寺 现存最大最早的藏室佛塔 白塔寺 第一禅林 川西第一丛林 昭爵寺 藏传佛塔寺 藏传佛教最大的寺庙 折邦寺 东南佛国 天同寺 北方最大的佛教丛林 红罗寺 岭南禅林寺 南华禅寺 岭南第一山 中洲一绝 水帘寺 云南规模最大的寺 华庭寺 昆明现存最久的寺庙 云南藏传佛教寺寺之首 嘎丹松赞林寺 被誉为小布达拉宫 贵州佛教的第一丛林 洪福寺 北京地区最早的寺庙 坛浙寺 广家第一寺院 北朝最出名圣 东土第一道场 宝相寺 中国佛教 禅林清规发祥地 百丈寺 今天的寺庙就讲到这里 如果对我们的中国民俗之建筑系列感兴趣的话 请继续锁定 下期再见